搭配警力团团围在路旁 跟一名白衣男子保持一段距离对峙中 直接男子弯腰的瞬间发出金属声响 警方不敢大意 因为男子持有两把菜刀 从新远景发现空隙 合力上前将人压制 事发到新北瑞芳12号晚间8点多 一名50岁徐姓男子手持两把菜刀 在瑞芳火车站闲晃 吓到不少民众 警方获报之后赶到现场 男子一看到远景立刻拔腿就跑 经现场优势警力将对该男子 喷洒辣椒水并上号压制 同时查获所携带两把菜刀 而这一名双刀侠之前也有过持刀记录 他在前年10月初 疑似适用毒品情绪失控 持面包刀在住处挥舞 没想到两年之后又发生相同的状况 警方通报卫生局评估过后 强制将人接呼送医 索性过程当中没有远景跟民众遭受波及 TVBS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